九百八十一节 十祖圣王和方寒争斗的时候 隔空传递出来的无穷修为 也融入了方寒的身躯 方寒直接一震 修为就突破了十六个纪元 而且还在不停地增长着 那造化神器大斧也成为了一个镇眼 里面十祖圣王的烙印真正被炼化 与此同时 三十三天至宝 上面也沾染了一些造化神器的气息 似乎要随时产生蜕变 到了最后 方寒在十六个纪元的巅峰停留了下来 而且浑身的修为越越易逝 随时随地都可以晋升到达十七个纪元的修为 与此同时 在他身边的方清雪也感受到了气息 也是一动修为开始晋升 到达了十五个纪元的境界 命运之力越来越强横 微震万古 两人稍微一联手 海洋一般的永生之气随意组合 在命运的操纵之下 一道道的永生之气居然化为了人形 这些人形高大如巨神 每一尊巨神的力量都不亚于十个纪元修为的天君 好 永生之神 方清雪几乎是忍耐不住心中的惊喜 方寒 你的大命运术 操纵永生之气 居然可以演化出来永生之神 这是可以即将召唤永生之门的征兆啊 是吗 方寒淡淡一笑 张口一息 所有的永生之神都进入了身躯中 端坐在晶体神国中 发出来了永生的歌唱 歌声逍遥 清澈 空明 比起任何一种天籁都要神奇无数倍 这就是永生之歌 歌声一响 灵魂身处 那十足圣王的灵魂全部崩溃 最后发出来了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 永生之歌 居然是永生之神唱出来的永生之歌 方寒 你等待我的最后归来 那个时候 我就会彻底的战胜永生 让你感受到 什么叫做真正的绝望 死去吧 方寒彻底催动 更多的永生之气滚滚而来 那十足圣王的气息 立即就消失了 与此同时 在遥远的时空深处 永生之门内部 一个神秘的时空中 封印的枷锁越来越多了 无数的永生之气 都凝聚成了秩序的枷锁 十足圣王不甘的意念在闪烁着 为什么 为什么 我的枷锁会再次增脱 永生之神 永生之歌 盘膝端坐下来 方寒感受着自己体内的变化 我也感觉到了 大命运树 再次发生着变化 凝聚成的永生之神 歌唱着永生之歌 只要再度前进一步 凝聚出来更多 更强大的神灵 就可以用横河杀术的永生之神 拖起永生之门 对电对手进行镇压 那个时候 再也没有人是我的对手 就算是先王也不行 不错 你现在凝聚出来的永生之神 修为相当于十个纪元左右的天君 虽然算是强横了 但是 和永生之门这种伟大的存在比起来 仍旧十分弱小 只有当你的修为 提升到了先王的临界点 催动所有的永生之力 汇聚成永生之神的洪流一刻 才可以催动永生之门 方清学道 好 大功告成 方寒熟悉了体内的气息 站立起来 随意弹指 一尊永生之神 就这样凭空出现在了眼前 身躯高大 威猛 撕裂天地 淡淡透明 比任何神物都要兼顾千百万倍 同样是永生之气凝聚的 先王丹和这尊永生之神的结构比起来 简直相差是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 制造先王丹 甚至连乾坤之主都可以 但是 制造永生之神 乾坤之主 想都不敢想 先王丹和永生之神的区别 可以用蛮荒时代 原始刀剑工具 和传闻之中 在科技时代发展到达巅峰的光脑 时光之主相比 一个是刀根火重的文明 一个是可以穿梭时空的文明 相差就这么大 如果乾坤之主现在还活着 看到方寒居然能够制造永生之神 有可能会被活活吓死 永生之气 运用到达了这种程度 先王都不可能 这 就是命运的唯一性 玉皇 风白雨 玲珑 方寒心念一动 所有的高手 都聚集在他的周围 我在你们的身躯之中 封印永生之神 你们的功力 就会大增 而且能够完美地融入永生之气中 谁都发现不了你们 你们现在 各自都回去 招揽着戒上戒 所有的高手 都归顺于我 我要把所有的高手 都凝聚成一座大镇 这才好迎接天人武衰 那些先王的回归 是 所有的高手都会 身躯中多了永生之神 消失不见 但是 仅仅过了半天 所有的高手 都回来了 向着方寒 便告一个又一个的信息 乾坤之主已死 被化天都夺赦 现在 乾坤城 已经变成了天都城 化天都 修为到达十六个纪元 均临天下 已经派出来了 许许多多的高手 招揽所有的人 现在 街上界的天军 几乎是都云集在了天都城之中 整个天都教 已经成为了有史以来 世上第一大势力 听说他们现在 在炼制成一座大阵 效仿门主的纪元神阵 化天都 以强大的淫威 逼迫那些高手 成为大阵的阵眼 他们炼制成了大阵 是要准备去先王战场 寻找黄泉大地的尸骸身躯 传闻之中 黄泉大地的尸骸 变成了僵尸 法力居然在十六个纪元之上 化天都找到了 也融入自己的大阵中 就可以迎接那些先王的回归 现在 化天都 真可谓是一统乾坤 背后有先王之耻 而且现在 他正在寻找我们 纪元门的下落 传闻中 只要有一人发现了纪元门的消息 化天都 就会重重的赏赐于他 海量的消息 令得纪元门 顿时紧张了起来 方寒 现在怎么办 方清雪一听到这些消息 也紧张了 无妨 化天都居然一下 能够成长到这样的地步 肯定是造化 起源 真理 甚至是原始之主 在背后作祟 支持他和我打了一台 方寒的脸上 没有丝毫的紧张 不过 也是徒劳 这不过是成全我而已 我不用猜就可以知道 此人肯定是炼化了三生石 原始之主的骸骨 修为才到这样的程度 说话之间 方寒手一挥 无数的永生之气 在空中凝聚成了一尊巨大的眼球 这眼球如星球一般大小 但是瞳孔和人一模一样 观看周天 立刻之间就显现出了乾坤城的样子 巨大的乾坤城 现在上方出现了三个大字 天都城 成千上万的天君 在城中云集 而一股无敌的气息 端坐在城市中央 显然 那就是化天都了 一股股元气 如潮水一般波动 那些天君们 端坐在城市的上方 身躯上 都缠绕着化天都的气息 似乎是在修炼一座大阵 以整个乾坤城为核心 修炼大阵 突然 整个乾坤城 一下子飞了起来 凭空悬浮着 滚滚元气 在其中冲刷 化天都居然把浩大的乾坤城都炼化了 成为大阵的一个躯壳 方寒甚至看到了 乾坤城中 居然融入了启元王朝的城池 还有真理圣地的城池 更有天庭 也融入了其中 化天都在缔造一个古往今来 第一座大阵 和方寒的寄元神阵对抗 要灭杀方寒 成千上万的天君 都成为阵眼 是什么概念 传闻之中 神族一直想聚集起万名天君 组成万神之王座 可以真正统治无数个纪元 但是 一直都没有达成想法 而现在 化天都做到了 这界上界的天君 几乎是都归附于他 天君的数目 远远多于一万 联合在一起 使得化天都的实力 足足可以再次提升一倍 好强的力量 方清学脸色都变了 他感觉到 如果自己遇到现在的化天都 肯定难以幸免 力量是强 却有些虚浮 我现在可以击败他 不过 他的背后 有先王 如果再次插手的话 那就不好收拾了 方寒的脸色 却依旧平静如常 这化天都的境界 是靠三生石提升上去的 不比我是和十祖圣王杀戮出来的 化天都居然在短短时间之内 营造出来了一个无敌的大教 古往今来都没有存在过的盖世门派 成千上万的天君聚集 这一点的底蕴 纪元门是远远比不上了 方寒运用永生之眼 看向的乾坤城 也就是现在的天都城 其中 大阵中 天君沸腾 阵法 震惊天下 甚至传递了出去 连先王战场 都波动了起来 体运之丰富 纪元门百分之一都比不上 的确 现在纪元门的高手 虽然多 但是和整个界上界比起来 简直难以相提并论 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 天独角的高手 都比纪元门要多出百倍 强大百倍都不止 像现在 十四个纪元的高手 纪元门中一个都没有 本来终结圣王 是十四个纪元的高手 但是现在 却跌落到了十二个纪元的程度 因为 十祖圣王的大府被夺之后 又被方寒炼化了 不过 方寒是迫不得已 十祖圣王斩杀他 他拼命抗争 终于在灵魂对抗中 凝炼成永生之神 盖世一击 击溃对方 剥夺所有 这一击 就彻底把大府炼化 这大府的名字 叫做自然之福 象征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被炼化之后 中阶圣王想动用 都动用不了 方寒没有办法 你就只能够收取了 等到达了先王战场中 给终结圣王 寻找先王骸骨 再度帮助他 提升修为就是了 突然 方寒正在观察之时 整个戒上戒 发出了一声震动 轰咙 却是化天都在乾坤城中祭炼 最终把整个乾坤城 都炼制成了一座大阵 成千上万的天军 都安居要位 带领着无数的天主 元气浓烈 冲天而起 居然把虚空撕裂 先王战场的边缘 都轰击开了一个通道 厉害 成千上万的天军 果然非同反响 可惜的是 现在人心不齐 各自心怀鬼胎 如果化天都 能够用一个机缘的时间磨练 加强自己的统治 那还真有可能 凭借这座大阵 融入神区之中 冲击到达先王大道 可惜现在 倒是不可能 方寒看着那乾坤城 冉冉升腾起来 一下子就没入了 先王战场中 脸色一动 机缘们所有的修士 高手 都听着 都留守在这里 我一个人 再度进入先王战场中 阻止化天都 夺去到黄泉大地的尸海 哼 我还从中 看到了太皇天 居然也开始投靠化天都 把盘武先尊的尸海 也给了化天都来凝练 这句尸海 我也一定要夺取回来 不可能任凭其落入化天都的身躯中 说话之间 方寒身躯就消失不见 他一个人去了先王战场 留下机缘门的人 在原地修炼 因为 以他现在的修为 进入先王战场足够了 机缘门的人在其中 不过是累赘 就算是融入机缘神阵中 和人对拼 大阵毁损 就会遭一道顾忌 他和化天都不同 他是为了保护门人的安危 维护他们 度过这一次的天地破灭大街 而化天都 则是把所有的天军 都收集起来 建立天都教 是为了使得他们当炮灰 到了最危机的时候 甚至可以把这些天军 拿出来血迹 抵挡灾火 而且 这一次的天地破灭大街 非同小可 是三千个纪元的终结 毁灭的威力 比上次任何机缘都要厉害得多 天军甚至都要死很多 普通的弟子就更不用说了 再说了 方寒现在能够运用大命运术 采集永生之气 化为永生之神 根本不在乎 人多人少 化天都携带所有的高手 都去了先王战场 那戒上戒 异常安全 任凭纪元门的人 纵横驰骋 修养生息 最为安全不过 看着方寒远去 方清雪 开始做主 所有的修士 努力修行 希望早日修炼到达天军 你们就有希望 度过这一次的天地大劫 说话之间 他的目光望向了 先王战场的身处 那永生之门中 天人武帅 随时都有可能到来了 我感觉到了毁灭性的气息 他静坐下来 开始参悟玄妙 命运的力量 一波波 灌注在他的身躯上 轰隆 就在这一时 突然 元界这种鸿蒙殿 开始颤抖起来 凭空之间 一股鸿蒙之气 激射下来 降落在了玲珑的身躯上 虚空之中 传递出来了 鸿蒙道人的声音 玲珑 我的女儿 最后的决战时刻 就要来到 永生之门在不久之后 即将波动 天地破灭的征兆 立刻就要开始 我现在 传授你无上法力 竭力提升你的修为 你一定要好好辅佐方寒 扫平障碍 迎接我们的归来 是 玲珑的修为 在鸿蒙道人灌顶之下 直接开始提升 哈哈哈哈哈哈 鸿蒙 你好修为 在层层枷锁之下 居然还能够施展手段 不错 不错 我的传人 风白雨 世家 你也来吧 我也为你灌顶 你也用心 辅佐好方寒 一个佛门声音 又响彻起来 居然是世间自在 王佛的声音 风白雨 全身一震 膜拜了下去 师尊 我把我的万字 破空传来 加持在你的身躯上 你好好修行 等待时机 和方寒一起 准备迎接我的回归 那世间自在 王佛突然一声呵斥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梦露神机的 长天玄幻小说 永生 第981